哲ols 曲 王阳 编曲 王阳 王阳 询队 《家人际上的事》 《宗版人》 《王阳 语 女带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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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 Alan 这位是我太太 Ivy 这位是我太太 Ivy 我们是以便收卫的门徒 我们是一边修营的门徒 亦都是教会的同工 也是教会的同工 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 爸爸妈妈努力工作 供我去外国读大学 爸爸妈妈努力工作 供我去外国读大学 毕业之后我就在会计行业工作 毕业之后我就做会计的行业 但我很不满足 很不开心 但是我不满足也不开心 觉得工作很死板 很没意义 觉得工作死板没有意义 在职场16年里面 在职场的16年里面 我转了超过10份的工作 我花了超过10份的工作 但却仍然在会计行业里面转 但却仍然在会计的行业里面转 因为我不想去改变 我不愿意去改变 因为我不想改变也不愿意改变 我也都是很孤独 我也很孤独 我甚少跟同事出去吃饭 我甚少跟同事出去吃饭 也都不会跟他们聊天 在我的工作和婚姻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在工作婚姻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我从中学开始的酒瘾越来越严重 我从中学开始就有酒瘾 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常常都会出去喝酒 我经常出去喝酒 我不理第二天要不要上班 我不理第二天要不要上班 我都喝到醉了 我都喝到烂醉 我也都放假 我跟老婆的时间 我都在日头在我家睡觉 因为我喝醉了 我辛苦 放假的时候的白天我也睡觉 因为喝醉了很辛苦 家里的事情我都不是怎么理 家里的事我都不管 我越来越沉沦 我越来越沉沦 我甚至跟朋友去夜总会玩去嫖妓 甚至我跟朋友去夜总会玩去嫖妓 去到一个地步 到了一个地步 我跟我老婆已经分居 我跟老婆已经分居 我自己都决定离婚 我也决定离婚 因为老公的工作很死板 因为老公的工作很死板 经常都是对着电脑的XL 经常是对着电脑的XL 其实她很少跟我分享生活的点滴 她很少跟我分享生活的点滴 更加不会分享内心的感觉 更加不会分享内心的感觉 我知道关于丈夫的事其实很少 我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极少 常常都有一种疏离的感觉 常常有疏离的感觉 会猜忌 会猜忌 内心是很不满足的 内心非常不满足 而且她经常转工 而且她经常换工作 亦都常常出去玩和喝酒不回家 常常出去喝酒去玩都不回家 我知道她工作不开心 我知道她工作上不开心 我尝试去安慰她 我尝试去安慰她 鼓励她 鼓励她 但是都是很消沉 但是她仍然很消沉 很多次我都很用力地拉起她 我很多次都用力地拉起来 但是往往都是屠楼无功 但是往往是屠牢无功 我觉得很沮丧 很乏力 我觉得沮丧 乏力 她就一直这样出去喝酒 她就一直这样出去喝酒 我越来越看不起这个老公 我越来越看不起这个老公 我常常对她单单打打 我常常对她指伤骂怀 我会对她发脾气 我会发脾气 面对着这个 我觉得不能够挽回的破烂婚姻 我面对这个不能挽回的破烂婚姻 我有几年的时间 我感到非常绝望 有几年的时间 我感觉非常绝望 非常 甚至为了这个破烂婚姻 觉得很羞耻 甚至我觉得这个破烂婚姻 让我羞耻 身边没有人会明白我 身边的人没有人明白我 其实也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 其实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 有一天我跟随同事来到611教会 有一天我跟着同事来到611教会 我尋求神 我寻求神 我知道这里有圣灵 我知道这里有圣灵 每一场崇拜里面 每一场的崇拜 我都被圣灵深深的触摸 我都被圣灵深深的触摸 被医治落泪 被医治流泪 感谢神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面 感谢神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当时其中一位组长 当时其中一位组长 他花尽心力 他花尽了心力 常常地陪伴我 常常陪伴我 经常跟我吃饭 听我诉苦 经常跟我吃饭 听我诉苦 他为我祈祷 他为我祷告 为我做了很多的医治释放 为我做了很多医治释放 教导我 怎样摸住生命的功课 教导我怎么样摸着生命的功课 以至我其实能够承认自己里面 很多的骄傲和质疑 以至我承认我生命里 很多的骄傲质疑 我都向神认罪悔改 我也向神认罪悔改 因为有组长的帮助 因为有组长的帮助 圣灵也启示我 圣灵也启示我 我有一天写了一封接近二十页的信 有一天我就写了接近二十页的一封信 我向丈夫一一认罪道歉 我向丈夫一一认罪道歉 承认过去里面 没有好好地去赞赏承认 去肯定我的丈夫 我承认过去没有好好地赞赏她 肯定她 而且在家人和朋友面前 说了很多诋毁丈夫 伤害丈夫的说话 而且在朋友在亲友的面前 说了很多贬损她的话 有问题来的时候 我只会发脾气 不会讲出问题 当有问题的时候 只会发脾气 而不会讲出问题 也不懂得寻求神 也不懂得寻求神 只是在背后去讲她 只会在背后讲她 其实她为家庭有密密付出 只是很少说话 其实她为家庭默默地付出 只是她很少讲话 后来丈夫的心开始柔软 后来丈夫的心开始柔软 她有改变 她有改变 当时她非常抗拒参加小组 当时她非常抗拒参加小组 但是慢慢被我们组长的爱心真理打动 但是慢慢地被组长的爱心真理打动 愿意被我们的组长去接触 愿意被我们的组长去接触 打开心扉 打开心扉 后来组长帮我们复和 后来组长帮我们复合 重新建立 继续在生命树下成长 继续在生命树下成长 那1611有小组长牧养 在611有小组长牧养 没有了组长 我们的生命早已枯萎 如果没有组长的牧养 我们的生命早就枯萎了 在崇拜的信息和小组长的帮助下 在崇拜的信息和小组长的帮助下 我们的婚姻关系开始见到曙光 我们的婚姻关系开始见到曙光 我们也都参加了夫妻营 我们也参加了夫妻营 在夫妻营里面 我在圣灵的吹逼底下 在夫妻营我被圣灵吹逼 我向老婆道歉 我跟老婆道歉 过去没有尽丈夫的责任 过去没有尽丈夫的责任 逃避问题 也都向她坦白对她的不忠 也跟她坦白对她的不忠 在认罪之后 我们破裂和有裂痕的婚姻慢慢修复 我们破裂有裂痕的婚姻慢慢地修复 想不到在结婚十二年后的今日 没想到在结婚十二年之后的今天 神赐给我们一个肉身的孩子 神赐过我们肉身的孩子 感谢主 也因为依靠神我们的关系复和 也感谢我们依靠神 神让我们的关系复合 我们今年年初可以跟老婆 和一众的利美教师 和牧师师母去南非 今年年头跟一众的另一位教师 还有牧师师母去了南非 在当中也都很特别 我认识到一位牧者 她很关心我 当中认识的牧者很关心我 她叫我要拥抱自己的会计师的专业 她叫我要拥抱会计师的专业 当我尝试去拥抱自己 当我尝试的去拥抱自己 入会计行业是神的带领 入了会计的行业是神的带领 我打算去职场好好用心工作的时候 我打算去职场用心工作 这个时候神就有呼召 这个时候神就有呼召 进入教会成为同工 进入教会成为同工 我也都呼应了这个呼召 我也回应了这个呼召 很特别在教会做同工 很特别地在教会做同工 我都是做活计的工作 我还是做会计的工作 但是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 因为我现在做每件事都用心做 好像为主义做一样 因为我现在每做一件事的用心做 感觉是为主而做 我开始拥抱自己的专业知识 我开始拥抱自己的专业知识 无论任何事我都尽力去做 无论任何事我都竭力地去做 即场那套 这件事不是我跟开 不关我事那些不再有 职场的那一套说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了 你不要找我 过往也都躲在我自己的山洞里面 我过去也躲藏在自己的山洞里 不愿意去试新东西 不愿意尝试新事物 但我现在会尝试不同的服侍崗位 但是我现在尝试不同的服侍岗位 招待待待导 招待待导 敬拜啊 PPR 我很满足 我很满足 我也都拥抱自己老公的身份 我也拥抱自己作为老公的身份 我都会去管理家中的事务 也管理家里的事务 也都会每天跟老婆分享我在工作 或者生活的点滴 我也跟老婆分享在服侍上 还有生活里面的点滴 学习承托和欣赏老婆 学习承托欣赏老婆 我现在都会每一天吃老婆做的外申面包 我现在每天吃老婆弄的爱心面包 真的很好吃啊 老婆 老婆真的很好吃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在每天老公都会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现在老公每天都会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我每天都会访问我的老公 我每天都会访问我的老公 今天你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跟昨天有什么人聊天啊 有跟谁聊过天啊 可不可以分享给我听啊 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啊 现在我跟老公的关系 比从前更加真实 我想跟老公的关系比从前更真实 比从前更亲密 比从前更亲密 也感到更满足 也感到更满足 感谢主这样恢复我的老公 感谢主恢复我的老公 让他能够走出山洞 让他能够走出山洞 拯救我们二人的生命 拯救我们二人的生命 跟随神 跟随神 敞开认罪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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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真自由 得真自由 生命就变得不一样 生命就变得不一样 感谢主 感谢主